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第一老师 那一样我们用十分钟的时间帮大家复习第一张中国的自然环境 那首先呢,请同学打开你课本的那个第九页的地图的拉页 这一张是中国的地形图 那看这张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关心到的事情蛮多的 这张图给了非常多线索 第一件事情呢,是中国的地势呢,西边高,东边低 那西边最高的这个地方呢,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 青藏高原,以及喜马拉雅山山脉,圣母峰在这里 它是中国呢,跟印度之间的界线山脉 那中间这一块黄色的部分呢,是中阶梯,就是次高的部分 那往东边走靠近太平洋侧呢,这边是平原的地形区 是低阶梯,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张图发现了 中国境内的两条大河流 这一条是长江 那这一条是黄河 他们都由西往东流度到太平洋去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呢 因为我们已经上完段考范围了 中国的夏季季风呢,有东南季风 那东南季风从太平洋呢 夹带着水汽往平原地去吹 所以中国的东南边呢,雨量也会比较多 那受到中阶跟低阶的阶梯之间的这一条界线的影响呢 这一条界线的中阶跟高阶呢 它是会在背风侧,离海比较远 所以雨量也会比较少 所以呢,第一个重点呢 是同学你要仔细的观看这一张地图 那接着来到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对于中国地形的主要介绍 第一件事情是你刚刚在地图上面看到中国有非常多的地形 所以地形多元复杂 那西高东低 那西高东低带来的影响呢 就会让河川有息往东流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呢 在东边呢 因为河川冲击成主要平原 所以人口呢就会聚集在东半边 写在课本旁边的这一页 第一阶梯这里 它是地势最低的地方 所以是农业生产跟人口的稠密进化区 接着我们来看到第三个重点 也是这个单元比较重要的环节气候 那一年级我们学过影响气候的因素 有这四个 纬度 地形 季风 跟聚来远近 所以呢 我们要注意的去找 中国地区的气温跟降水 是受到哪一个因素的影响 那首先我们先看到第三个重点 中国的夏季气温分布图 是这一张图 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夏季气温呢 普遍高温 只有在拉萨这边呢 我们发现这是一块低温的地形区 还有乌鲁木齐的旁边 这边有一块低温的地形区 所以你去叠地图的话呢 这里是青藏高原的位置 乌鲁木齐附近这里有一座山脉 所以课本告诉我们 夏季普遍高温 除了海拔比较高的山地 它是比较低温的 所以这里有个想一想 七月份温度比较低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海拔地势比较高的地区哦 所以这一张图 七月份的等温线分布图 是受到地形的影响 接着我们来看到第四个重点 那冬季的等温线分布图 又是受什么因素影响呢 那一样我们来看课本下面的这一张 中国一月份等温线分布图 我们会发现它的排列方式呢 就比较像是南北平行排列的方式 那由南往北呢 温度会越来越低 所以这个是受到纬度的影响 由南往北嘛 南北是纬度的关系 那其中呢有一条重要地界线 是一月度C等温线通过的地方 那一条界线呢 叫做秦岭跟淮河 这三年节这个字念怀 所以我们旁边这里一样有一个想一想 海口跟哈尔滨一月份约均温的气温差异 主要是有什么因素造成的 我们只要看到一月了 好不 不用考虑了 直接调纬度就可以了 这是第四个重点 那接着我们来到第五个重点 影响中国的降水 那降水季节分布不均 主要是受到季风的影响 那季风的特性呢 同学请务必记得两个字 季风的性质呢 是相反的 冬夏两个季节是相反的 所以呢你可以记夏季或者是记冬季 然后把它的特性相反就可以了 那我们比较喜欢记冬季啦 因为冬季是寒冷且干燥的风 那夏季主要是带来雨水的风 所以你知道夏季是带来雨水嘛 那它一定是从海洋往陆地吹的 那冬季的风呢 它是从陆地吹过来的 所以它是一个干燥的风的性质 那我们可以看课本下面的这两张 风向示意图跟等压线分布图 图一支一支二十一这一张是冬天的 跟你一年级学过的一样 冬季的冷气团来自于蒙古跟西伯利亚 那它从这边出发往 中国的首都北京吹的时候呢 是西北风 那来到台湾的时候才会转成东北风 那反过来一支一支二十三 这是夏季季风的风向图 它的高压中心呢 是在太平洋跟印度洋 那台湾这边下季吹西南风 转向中国之后呢 是东南风 所以同学你会发现嘛 一样的纬度带 比方说温带的地区 纬度比较高的地方 冬天是西北 夏天就转东南 那台湾附近冬天是东北 夏天就转成西南风 那中国呢 主要以东南风为主 在这样子的条件之下呢 我们就可以来到第六个重点 在季风的吹拂之下 东南季风 那离海近的地区 雨量就会比较多 离海远的地方呢 雨量就会比较少 所以这张图上面呢 有两条重要的地界线 一条是从中国的上面往下 就直接这样切下去 分成东半部跟西半部 所以中国的降水呢 是东南往西北边地减 这一条雨量界线呢 大概是雨量500 那在雨量500的东半侧 我们又找到了秦岭淮河 那是雨量750通过的地方 所以南边雨量又比750 来得更多 那北边的雨量就介于500 到750之间 所以大陆的降水呢 也有空间分布不均 主要是受到聚海远近 以及夏季季风的影响 所以它的分布是东南边 往西北边地减 那综合以上的四个因素 我们来到了这个单元里面 重要的气候类型 所以这里的老师用颜色 帮你做区隔 因为地形纬度跟聚海远近的不同 所以地形影响了地形高度 纬度影响了一月份的月均温 那聚海远近影响了降水量 所以根据这三个因素呢 中国气候我们也把它分成三大类 所以第七个重点呢 是干燥气候区 那干燥气候区主要是因为聚海远近 连雨量不同所造成的 所以因为离海远 它位在中国的西半部 那举例的地方是新疆跟蒙古 那因为离海远 所以夏季季风不易到达 干燥少雨 再用雨量分成草原气候区 250到500之间的雨量 沙漠气候区雨量小于250 那雨量多于500的地区呢 它就会被归类到季风气候区 这是我们第八个重点 季风气候区雨量大于500 那用纬度嘛 用纬度就是用一月份的温度 再去做区隔 可以分为热带 它是一月份大于18度C的地方 那夏天是西南风 冬天是东北风 那温带地区呢 一月份小于零度 夏天是更正 冬天是西北风 夏天是东南风 那富二代我们通常不太会用到 所以我们这边先不理它 那地形影响的就来到第九个重点 高地气候区 一个地方如果海拔高度超过3000公尺以上 我们就把它划成是高地气候区 那在中国主要分布在心脏高原跟周边的山地 那一年级你有学过气温会随着高度去做垂直变化 高度越高 气温就会越低 那当然生长的植物呢也会有所不同 生长植物也会有所不同 所以呢综合上面的这些因素呢 我们把它结合在中国的地形图上面 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一个重点 就是这一张中国气候的分布图 那旁边呢有写的非常清楚 如果你考虑的是东西向 季风干燥 季风干燥 那是受到聚海远近的影响 如果你考虑的是南北向 热带 富热带跟温带 那是看一月月均温受到纬度的影响 所以这里还是有一条雨量界线 这里还是有一条雨量界线 这条雨量界线是500 那大于500的季风气候区 再去用纬度 粉纬 温带 富热带 跟热带 那少于500呢就叫干燥气候区 那再用250当界线 再用250当界线 比250少叫沙漠 比250多到500之间叫草原 所以同学你在用这张土的时候啊 你会搭配旁边的这一种叫气候图 那这种气候图在读土的时候呢 我们再次强调吼 度C呢是对是线条吼 度C是气温是线条 请你对气温的这一栏 那柱状图呢是降水 请你对降雨量这一栏 那我们这一些东西判读的步骤呢 第一个步骤是呢 请你优先去看降水量 请你优先去看降水量 如果它少于500的话 那就是干燥气候区了 那如果它大于500的话呢 第二个步骤 请你再去看它以月份的月均温 再去看以月份的月均温 低于零度 那就是一个温带气地区 大于18度 就会是一个热带的季风气候区 比方说我们科本的这一张图的三雅 第一个你看到它的降水 超过500了嘛 所以第二件事情 赶快去检视一月份 哇大于18度耶 那就是热带了 那以上就是单元一的重点 我们先上到这里